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叛变与惨死 瓦格拉领导人普里格金坠机身亡 显现普京恐怖治国之凶残 俄罗斯 华格拉雇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格金 与他的保安主管切卡洛夫 一同在莫斯科西北上空坠机丧生 引发了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否在这一起离奇死亡事件中的角色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调查报告 仅仅确认普里格金是这架 小型飞机失事事故中的10名死者之一 其他资讯全无 很明显的是 普里格金成为普京恐怖治国之下 又一位背叛者凄惨的下场 因为普里格金曾经在两个月之前 才率领他的私人部队 反抗俄罗斯正规军队 神勇前进莫斯科 企图叛变逼宫 撤换国防部长 但未能如愿 当时普京曾隐忍不发 未曾对普里格金有任何处置 相当令人惊讶 根据过往的经历 任何人一旦批评或者违逆普京的意志 他最终都会遭到血的复仇 在非常神秘或者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 遭遇不测而去世 所以这一次犯下更为严重行径的普里格金之死于非命 普京当然逃脱不了嫌疑 尤其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几小时 普京才宣布将空军司令苏罗维京将军解除职务 因为他曾是普里格金的心腹 他曾经公开且大声的要罢免普京的亲信 国防部长谢尔盖 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内就出来否认下令暗杀普里格金 然而信者恒信之 不信者恒不信之 不过这一事件揭示了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普里格金死后 他一手培训养大的精锐部队 极可能因为中枢无主而四分五裂 华格纳雇佣兵中许多是来自俄罗斯监狱里的重刑罪犯 他们原先一直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最有效的战士 帮助其占领关键城镇 并锁定决定性前线 随着他们的军头去世 以及自从6月份的叛变企图以来 他们的安危与存亡变得十分不明确 有些人可能会被重新部署到非洲 其他人则被纳入亲普京的乌克兰民兵中 但这些以金钱为诱导动机 而非以意识形态为战斗意志的雇佣兵 虽然战斗经验丰富而且凶狠善战 但是他们的忠诚度随时改变 既然原来的领导人身亡 很可能他们将会听从于最大的金主 不过普京应该会把他们拆散 以免将来再起事端 从普里格金坠机身亡事件中 亦可见普京之领导思维与方法 已经出现了危机 一个堂堂的大国 如果军事武力正常 何须雇佣兵来助阵出征乌克兰呢 这充分的暴露了俄罗斯军事上的弱点 俄罗斯的实力现在正在受到质疑 如今这一位在进攻乌克兰战争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头目突然去世 这对乌克兰而言无疑是非常好的消息 或许乌克兰军队正因此而逆转战事 从劣势转而成为优势 因此终止俄军进犯的暴行